那老师有没有更优化的调节方式呢 如果说就是定期定额 那我赚那个3% 好像稍嫌少了点 没有错 所以我一般来讲 我们看几个指标 那第一个就美国时间起工再值得利率 如果你现在开始 定期定额开始在买 一直买 买到利率 来到零以下 时间起工再值得利率 来到1%以上 又来到3%以上 那你再全部卖掉 就3%以上你全部卖掉 你如果看去年的话 大概这个高点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以目前来讲 金融股好不好 绝对是好 但是我们现在抱一个名牌 比金融股更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段期间 相对的股票市场里面 我看起来风险相对比较高嘛 那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2020年2021年 大家所换过的错误 应该在第一季 有可能再一次的换错 为什么 那这段期间 我们看到台股的话 相对比较强势比较稳 那大家就开始有信心了 这个换错 有可能这一次又会同样的错 又同样在这一季里面 那所以你如果现在开始存 那存的话金融股存存存到 直立往下又来到3%的话 我想这样才可以有机会 慢慢累积你一地一桶金 那现在我讲到的就是美债 那这个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美国公债的价格 跟利率之间成还比 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说明 所以在以目前来讲 美国联准会升息升到现在 联邦基金的利率在4.75 那现在大概大家 共同认为大概5.25 那也就是说 利公债的价格的低点有限嘛 那你现在就广基量 开始存 一直存一直存 那而且他每一年 大概我把它算一下 直立利大概有3% 那如果到了三年之后 因为美国如果要调降利率的话 很快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三年之内 三年之内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 又从5.25来到1%以上 那公债的话 他就像说我原大时间起公债 他现在大概31块 将来涨到涨40%到43块的 机率高不高 很高 那你就赚了40%了 40%再加上这三年的 每年有3%的一个直立 那快要50%了 那时候你一直存 存到美国时间起公债值 联邦基金的利率来到1%以上 那你就把这20年公债的 投资的定期定额的金额 你都被O-in O-in到股市了 我把ETF卖掉 然后O-in到股市 那这个 再建的价格就会来到高点 那股票的话 相对就会在低点 那时候你才把这些资金 去买股票 当然各位永远要记得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操作不是非常的厉害的话 绝对不要融资 买股票 这一点是风险控管好 各位小志祖好朋友们 我们每个月不求多 就拿出1万块钱 我们可以好好的做 我们投资上的配置 要怎么做咧 我们刚才讲说存股 也可以调节哦 大家要跳出来说 大翔不是讲存股吗 存股怎么可以调节 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 你从小存钱 存到钱 我们会拿去买布鞋 男孩子买布鞋 拿去买电动 长大一点 我们存房投期款 存到的时候拿去买房 所以存这个字 本来就是可以拿去换你要的资产 所以存股也是啊 我们只是透过投资的方式 帮我们的获利增大 获利增大 我们就可以拿去 你可以买房嘛 买车嘛 或是说要怎么样 给老婆中年庆嘛 那什么时候做调节 非常的简单和轻松 我们要知道金控啊 他在除息之后填息的填数 跟什么有关 跟他除息前 比方说第一金 他可能在八月七八月 八月左右要除息 那我们就看八月公布的EPS 就一到七月的EPS 有没有胜过去年同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市场就是要来领席的嘛 对 那领席的话 他看到你EPS就营收下降了 明年股息就会下降 那我除完息之后呢 我是不是市场可能就做稍微做调节 因为你股息就不会发那么多嘛 所以调节 这必然的哦 使得他的填息天数会大增 那填息天数大增 我们在他除息前做调节 利用他贴息的时候 进场做布局 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资本利得 是是是 对我们来看以前嘛 到现在你看 这边的EPS是0.92 这边写的是说 在这个2016年 他这个除权息前 他累积的EPS0.92 然后在隔年的0.95 我们再看这个EPS0.94 你看0.94 是不是比0.95稍微衰退了一点 稍微衰退了一点情况下 你看他填息天数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拉长了 然后再看0.98 比这个0.94还上升 所以他填息天数只剩下59天 所以呢 如果你看这0.98 稍微比这个0.94还要多的话 我们不要去担心 你就放胆的去参加除息吧 参加除息 因为他填息天数会非常的快 然后你看 再看隔年0.86 0.86 是不是比前一年0.98还要再衰退 所以我们这时候做调节 你做进场做布局 你反而能够买进更多便宜的股数 张数变多 你张数变多 同样以前你买到张数变多 股息变多 你资本利得也会增加 然后再看这个EPS1.01 你看比这个去年还要强 所以他填息天数增加了51天 然后这个EPS0.97 填息天数 稍微衰退了 但是他的这个贴息 填息天数大概是29 27天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所以市场就差不多这个热钱的 让他推升的填息 所以我们最主要 做这个除全息的调节 可以用这个做移据 它至少会有80%以上的准确率 但是你要做调节 你首先一定要先找到 你要买进 买什么 不要说你这个调节出场了 然后结果你又找不到 这个好的标的 然后让自己的钱又被嘎空 对对对 很容易卡住 对那我们再来看赵风金 我们就直接看 好朋友 代言人 好我们再看这个 一点 我们看有一点 然后他除全息钱 是1.37 1.33 你看哦 比较衰退嘛 对不对 衰退嘛 所以他填息天数 就大整 所以投资朋友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利用他除全息钱 他的EPS有没有衰退这个迹象 如果有衰退 我们做暂时的调节 是OK的 按调节去买房 这没有问题 像当年元大金 我就是在他除全息左右 我们看他EPS已经是 已经是逊于去年同息了 那我们就稍微做调节 然后我们就去我们想要的地方 先去做资产的布局 就是买房 那买房之后 他的频率 这个价格上升 我们也避开了 股价下跌 资本损益的萎缩 这段的区间 所以投资朋友就看到 布局我们可以用定期定额 和不定期不定额 那调节 我们就可以选在 这个除全息钱 看他的年度获利累积 有没有胜过去年的同期